下月起,手机电脑这样的电子信息产品必须加贴环保标识,标明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电子环保和国际接轨了。 南海农民老福自己造了一辆车,时速能跑80公里,取名我自达,厉害归厉害,没手续,咱可不能随便上路啊。 智力迷香,新闻力量新北方正在直播,今天呢,有一对猎人在新北方观众的祝福声之中,举行了一场非常特殊的婚礼。 21岁的新娘乔彦秋,现在是骨癌晚期,医生说她随时都有可能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新郎无保安的一直在照顾乔彦秋,不灰心也不厌烦,因为她相信爱情会创造奇迹,两个年轻人约定今天结婚,这是彦秋最后的愿望。 她说活一会一定要穿一次婚纱,要漂漂亮亮的站在爱人的身边。 因为得不到双方亲友的理解,两个人把喜艾呢选在了医院附近的一家小仓馆,时间仓促,除了新娘子的一件婚纱,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准备。 昨天晚上的这一段爱情故事在我们新北方播出之后,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热心的人们就为这一对猎人筹划了一个盛大的婚礼。 大家说一定要让乔彦秋做最幸福最美丽的新娘。 您好新北方 我觉得吧,他们俩特别不容易,明天想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我和我男朋友开了个婚庆公司,可以帮他筹备婚礼。 我有一台加强领客,明天给你出头去。 我们明天出一个二十台的车队。 我给他们做婚礼设计。 不到一个小时,乔彦秋和吴宝安这场原本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婚礼,已经被热心的观众全部筹备齐整。 握着电话,我们听得到电话那端炙热的温度和动动的心跳声。 顶着绵绵夜雨,新北方接连逛了好几家商场,希望能为这对彼此真爱,执着坚持的恋人送上一份新婚贺礼。 和所有的女孩一样,二十一岁的乔彦秋一直对可爱的绒毛玩具清有途中。 我们真心希望可以借着毛绒玩具的好运气,传递给病床上的燕秋更多的坚强和勇气。 也希望一铺昏床能给他们酸酸的爱情带去甜蜜,哪怕只是一点。 熙熙粒粒的小雨轻轻洒落,窗外夜色温柔,光影婆娑。 在这座城市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正在灯影背后,为乔彦秋和吴宝安的婚礼忙碌着。 你好,余阳和陈欣慧也是一对恋人,打算在今年四月份结婚的他们,此刻更能体会吴宝安和乔彦秋之间的真情。 为她的男朋友那种不离不弃的精神所感动。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给她俩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也是一个纪念。 余阳和陈欣慧的婚庆店经营了两年,乔彦秋的婚礼在他们心里有着特别的分量。 彩带、花篮、婚礼上需要的一切都被两个年轻人准备得周到而仔细。 快十一秒了,困不? 有点困了。 她得连夜都给她弄出来了。 我们明天搬公司。 夜深了,婚庆店里依旧透露着温暖的光。 一场夜雨倾扣着这座城市,沉沉地睡去。 明天就是婚礼的日子了。 雨后的清晨,空气格外清新。 参加乔彦秋和吴宝安婚礼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洒满了阳光。 不到七点我就到了。 这么早呢? 我觉得其实看她这个故事挺感人的,我已经早一点到。 昨天不是看电视吗?新北方的,完了后来打的电话。 我估计她非常挺高兴,挺激动的。 那出一套得多少钱呢? 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那今天呢? 免费出。 免费出了。 不到二十分钟,展览馆的广场已经聚集了五十辆车,一百多人。 没有太多的寒暄,素不相识的人们在这一刻捧出了自己最真的一颗心。 一百多位贺喜的嘉宾呢,彼此都互相不认识,但是都一见如骨。 善能人都在为一个女孩的梦想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努力。 此时此刻,新娘的老家,新名是公主屯镇,也沸腾了。 带着所有新北方观众的祝福,车队整齐地驶入公主屯镇。 一部分观众赶到饭店,帮忙布置婚礼现场。 另一路,新北方的主持人金霞作为娘家人,早早地就来到了乔彦秋家。 你看都夸你漂亮的,金霞。 真漂亮。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乔彦秋也忍不住喜极而起。 当看到新北方送来的礼物时,新娘子幸福地笑了。 这红橙是我们新北方特意给你准备的。 昨天我们就要去涉州先去买的。 然后一点特别的心意吧,一点小心意。 这个是那个红色嘛,日子咱们过的,红红火火的。 喜庆。 新年那个喜庆的日子。 对啊,咱们给的高纤。 好不? 那你看哪通常都好看呢? 她就喜欢红色的,要我买,我说没有钱,别买了。 咱就简简单单,你办一下就得了。 与此同时,有50辆车组成的车队,载着新郎吴宝安驶向乔彦秋家迎娶新娘。 在收看了昨天晚上的新北方以后,村上的老老少少今天一大早就等在乔家门口。 打着领带的吴宝安一下车,立即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想娶新娘的部门,可没那么简单,丈母娘拦在了门口。 拉开门,拉开门。 但是不行不行。 过了这一关,小姨子又试了道难关,可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没有什么能拦住吴宝安的。 唱什么歌啊? 唱清歌不会唱的。 Right. 唱唱的。 好吧,好,好,行了. 好,行了,行了。 屋子里,乔彦秋虽然身上疼厉害,可心里的甜蜜让她的脸上一直挂着笑。 单切点地,把花举过头颈,举向她。 你爱你,你叫我吧,我会永远爱你。 好,老子。 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 这段超越了生死贫寒的爱情 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 当吴宝安抱着新娘走到门外时 人群沸腾了 但是今天来这些热烟观众 我们新娘特别特别的高兴 意想不到的 在举行婚礼的饭店门前 早就聚集了几百名镇上的居民 饭店的仪式现场 婚礼进行曲已经被喧闹声淹没 即使这样 轮椅上的乔燕丘 依旧笑得如画般灿烂 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二位新人 那我身边这一位今天是最漂亮的 穿着美丽灰纱的 今天像公主一般美丽的 就是我们可爱的新娘 燕秋 我们大家用我们的表情告诉她 她毕竟是这样最棒的新娘好吗 你看大家都给你感动的事情 大家听到了我们燕秋说 燕秋说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这一天对于两个深爱着的年轻人来说 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 朋友陌生人 曾经有过不解的亲人 在这一刻都送来自己由衷的祝福 对于乔燕丘来说 在经历了无数个痛苦惊傲的夜晚 今天也许是自己生命中最辉煌 最浪漫 最美好的一天了 疼痛让乔燕秋无法再继续这种幸福的感觉 吴宝安忙着把妻子送到医院 默默地为乔燕秋做着按摩 在她看来 有了这段难忘的记忆 有了这么多人的理解和关心 什么都值了 七百 特别七百 你现在在村里有没有这么好的这里 没有 没有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那间贴了大红喜字的病房里 吴宝安和乔燕秋还在继续着他们的爱情 这爱情不会因为生老病死而消失 却伴随着徐徐的微风 温暖了一颗颗 未曾火热的心灵 今天的燕秋特别的坚强 在一整天的时间里 她都一直在努力的笑 但是因为患有骨癌晚期 非常非常疼 所以考虑到这些我们的婚礼仪式 今天只是短短的持续了五分多钟 经历这短短的五分钟 燕秋说 她这辈子值了 这五分钟的爱情通过了生死的考验 这五分钟的爱情 也是凝聚了太多好些人的祝福 小两口拜托我们说 一定要谢谢这些萍水相逢的朋友 清晨 何能的阳光斜斜洒在展览馆的广场上 在等待的人群中 眼前这位阿姨神情胶着 坠坠不安 男女女女